绿光剧团演了十多年累积三百场演出 超过38万人看过的《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 终于在12月9号来到高雄魏武营展开首演 导演吴念珍开心表示 让剧场从戏院走到户外一直以来就是他的心愿 市长陈菊更惊喜现身在剧中客串大家熟悉的市长角色 还被饰演李长博的李永峰当众亲了一下 现场2万多名观众欢声雷动气氛嗨到最高点 李长办公室前老雷滚滚有传统的烤鱿鱼摊 还有青年卖咖啡突然间出现熟悉身影 不但让李长博和全场2万多位市民惊呼万分 市长陈菊更送上养了14年的大礼魏武营艺术文化园区 李长博回送感谢的吻将全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你认为我们新型你一只很大只的鱼 这只鱼就是鱼 鱼鱼 大家观众看右手边 对 鱼鱼 你设鱼鱼是怎么处理的 这是我们水米做总统 由石坤做预定 说我们高雄这个地方没有一个技术表现独 全局说绿光剧团原本不打算先到高雄 后来在盛情邀请下难以拒绝就先来到高雄首演 由全台最可爱的欧吉桑吴念珍导演和歌仔戏天后唐买云登台演出是高雄的福气 他满心感谢日月光文教基金会的商品 也不忘感谢全体市民对于事补施政上的支持 陈菊在谢幕时也特别准备花束献给吴念珍导演 打谢剧团和演员们用心精湛的表演 这次人间条件一 出了舞台剧完整呈现 现场更安排唐买云歌仔戏团 九天民俗记忆团的精彩串演 而嘉义民雄将军政也前来助政 气势十足让人惊呼连连 度过一个丰富美好的一文饗宴 港督新闻林亭阳罗绍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